在這段網上流傳的示範中可以看得出 當時身穿灰色衣服的司機情緒非常激動 手拿著的相信是水流通的衙物 猛烈地撞向前面司機車位的車窗 據了解 事件的起因是因為兩位攝氏司機在設施問題上起了爭執 穿著灰色衣服的司機因為被另一位攝氏司機打到頭薄血流後才作出反擊